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适量的食用才能达到最好的营养效果 营养师建议成人每日的摄取量建议只吃一碗或一碗半 糖尿病患者一天只能吃一碗份量 至于儿童也不可以多过一碗 且特别要注意一岁以下幼儿不建议吃凤梨 主要原因是可能会引发过敏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凤梨营养成分很高 不只富含维生素B群 维生素C和生物类黄酮素 且凤梨酵素还可以帮忙分解蛋白质 因此在大鱼大肉之后 吃一碗凤梨能够有效帮助消化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